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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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又來觀察一下 這個四季度的疫苗的血盆 看情形找得怎麼樣 今天又跟昨天有更大的差異 因為它的真葉已經全部都長出來了 它的職業呢 也全部都站起來了 那當然有兩排的部分 是原本泥組在 浸泡的過程裡面其實 就已經 比較差的 我是放在最左邊的這兩排 那很不幸的 你可以發現它真的長得不好 那原本已經 花芽的部分呢 就長得非常好 雖然在百字上面有很多的不同 但結果倒還OK 那這邊 可以從裡面的 種子的花芽過程呢 你可以看到 種子的一個 壯碩跟美麗 也就是你想想看 它那麼細小的一個芽 要支撐那麼重的一個身體 而且把它 集起身高 這個我講已經非常不容易 尤其 你圍觀的去看它 就好比是一個森林一樣 那當然 這個有人用種子盆栽 但是因為這個是疫苗的 是要拿來種的 所以我們不能把它當盆栽一樣的來種子 它還是要用蟹盆的方式來處理 但理論上它長起來還是非常的壯碩跟美麗 如果你用圍觀的心情去看它 其實你的心情會很快樂 只是說 你如果沒有土地 你種了那麼多四季豆的苗 你到最後還真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還好我們這邊是一個農場 所以 再多的四季豆苗 對我們來講 也還OK啦 好啦 那我們今天這個四季豆苗的第三天 就拍攝到這裡 那 明天呢 我們會再繼續追蹤它囉